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喬 那我現在在玩的遊戲是 薩爾達傳說王國之類 上一集呢 我們來到了弟弟 然後找到了洛貝利 他幫我們開啟了相機的功能 那再來他叫我們拍這個人形雕像 那我就來這邊拍照 好 那我們就一樣按L 打開相機 然後這裡就會出現 如果是有任務的話 他就會出現一個驚嘆號 那我就按拍照 按A 洛貝利他很急 哇哈哈 他說我拍得很好 然後他就要回去了 他要先回去監視堡壘 好的 看到那隻鳥了 那如果像空中這種小鳥 其實我們可以開 蝙蝠的眼珠 蝙蝠的眼珠去射他 這樣就算他很高 一樣可以射得到 卡褲打的眼珠 卡褲打的翅膀 那我們就先傳送回去監視堡壘 那我們就先傳送回去監視堡壘 那我們來找洛貝利跟喬舒亞 他說弟弟曾經有人的存在 他送給我五個佐納妮烏母 他說其實平板可以調查神廟跟 一些圖鑑 他說 那個研究所在哈諾這村的角落 但他暫時還不會回去 那我們就先不管他 然後 這個四個地區的易變調查 要我們先去的是利特村 那我打算先在這附近 看一下還有沒有神廟可以解 那我先傳送 欸 我先開鳥 先上去鳥望台看一下好了 這邊可以看到另外一個鳥望台 我們先把它標記起來 我們先把它標記起來 這裡也有一個神廟 下降的時候自己要注意一下高度喔 我先來這個洞穴探險一下 這是前幾集標記的 那每一個洞穴前面其實都有一個 很像兔子的Lumi 射牠 射牠的話會有錢可以拿 可以射三次 那我們就拿到很多Ruby 一進來就看到很多扁 還有這個 很多的新怪物 很兇 那火龍頭 火龍頭 火龍頭 槍去燒牠們還蠻壞的 秋秋突然跑出來 來 這個怪物叫霍拉布里 讓我們把東西撿一撿 把這個 他就壞掉的岩石槌拿出來 剃一下他這個很長 拿出 拿炸彈花 然後之前有講過每個洞穴都會有個魔優衣 所以我們就等下來找下魔優衣 先把自己的東西都拿一拿等我一下喔 這很像地理的隆梯 他叫貼貼蜥蜴 製槍 然後我來敲這個岩石 裡面有魔優衣 射牠 換這個好了 OK 拿到生命松露 魔優衣的遺失物 礦石也一樣打一打 好的 那我從天書上去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花 這裡 這也是克洛格果石的一種解法 那我們就拿到克洛格果石 我覺得對面好像還有看到一顆石頭 拿一下看看 沒東西 好的 那再來呢 我們下一集再繼續 這一集先到這邊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 並開啟小鈴鐺 掰掰囉 囉